俄罗斯跨时代的T14哈马卡坦克 以至于很多军事专家充其为阅兵场上的花瓶 现在,这种新型坦克终于要正式服役了 据俄罗斯国防部透露,T14阿马卡坦克经过改装后已投入生产 2019年底前,俄军将接收12辆T14,阿马卡主战坦克和4辆T16装甲抢修车 此外,这批坦克将参加5月9日的红场胜利日阅兵 之后会各自派遣到不同军区进入战斗之旗 这批阿马卡坦克属于量产型,与以前阅兵展示的坦克有区别 经过一系列测试后,许多节点和设备都被替换,也装备了新系统 来自俄罗斯乌兰尔车辆制造厂的消息 该厂已经与俄国防部签订了合同,生产阿马卡系列坦克和其他战车 这批正在投入生产中 阿马卡坦克远程威力优势非常明显 阿马卡的无人炮塔和装甲舱,使俄罗斯的阿马卡坦克 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坦克 连美国的埃布拉姆斯M1A2 法国的拉克莱尔和德国的爆2AU 坦克都无法媲美 俄罗斯认为,阿马卡坦克比对手的坦克更高效 更耐用20欧之30% 阿马卡坦克的主要创新是无人炮塔 驾驶员,车长和炮长,在独立装甲舱内远程控制武器 装甲舱可以保障车 组人员免受炮弹伤害 这种布局是坦克发扎式上的里程碑式的创新设计 阿马卡坦克装备新型材流发动机 共许为1500马力 在火力方面 阿马卡坦克采用了全新的2A824 120英毫米坦克炮 威力水平是限一T90等坦克主炮的1.2倍 2A824 125毫米坦克炮的火力是北约国 加限一最强武器的火宝副2A6坦克120毫米滑糖炮的1.17倍 阿马卡坦克装备了阿富汗尼特 阿富汗尼特蓝铁型主动防护系统 可以在坦克周围制造一个无法穿透的圆顶 无需人工干预 就能自动摧毁来吸道反坦克导弹 炸弹和导弹 阿马卡坦克还是一个重型履带式平台 以阿马卡底盘为基础 不仅可以生产坦克 还可以生产重型武兵战车 重型装甲运兵车 坦克支援车辆 工程车辆 战场监控和侦察车 以阿马卡坦克为基础的T16装甲厂修车 主要用于从战场上撮离受损车辆 并随后在战场上维修 T16配备了特殊装备如推土产 与现有的装甲抢修车BREM1M不同之数 在于安装了负载更大的体重机和更强大的鲜业脚排 T16装甲抢修车的指挥台 位于车辆前左侧 车组要三人组成 车长 驾驶员和操作手 T16装甲抢修车不仅装备精良 而且还拥有无线电电子防御系统 包括能够侦测和干扰电子陨线的地 雷 在2018年 俄国防部还宣布阿马卡坦克 将在贝极延寒地大进行测试 随后 还将在山区和沙漠测试阿马卡坦克的耐热性能 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要求 阿塔玛坦克 必须在-50至0下50摄氏度的温度范围内稳定运行 对于在寒冷条件下进行测试 坦克将被送往位于该火尾部的军事单位 或者布里亚特 在冬季温度通常会降至0下50摄氏度以下的临界水平 在苏联时期 新型坦克的耐热使用通常在土库曼斯坦的凡拉库木沙漠进行 现在则改为距离离海西海岸100公里的埃斯特拉海地区 俄罗斯红星报频道主编维克多姆拉·霍夫斯基表示 阿马卡坦克最终会成为俄罗斯装甲部队的核心武器 与前20辆阅兵和实验性的坦克大不相同 新生产的阿马卡坦克的最终版本很大的改进 主要的改进是机动力装置 传动装置 瞄准系统和弹药 坦克炮没有变化 但增加了新型穿夹弹和制造炮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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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